如果希望说,比如说我这个问题05的这一个 这个资料好了 那我希望这个问题05 目前Ctrl向下,总共有2500笔资料 那如果说呢,我可能我有很多的客户 我有很多的使用者,我有很多的前端人员 然后呢,他们将来怎么样 他们将来每天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 那我势必,假设我这边资料更新了 那可是问题来了,我要怎么跟他同步 我总不可能说,我再寄一个给 假设我可能有几百个相关的 比如像之前有个同学,他底下有五六百个客户 他就被你说每个客户都要重寄吗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有没有什么方式说 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增加一个按钮 按钮也许要更新资料 按下去之后的话 他可以自动就更新 从哪边更新呢 从云端上更新 那我可以把资料放云端 然后呢,他自己去云端把这个资料抓下来 那抓下来的之前会先把旧资料删掉 然后再去抓新的资料 这个要怎么做 首先的话,当然第一步 我们就先把这边 这个其实先删掉 这个问题05大概就先到这边 我们接下来就是如何做同步 我先把它存档一下 OK 那这边的话,把它佛好了 我先把它储存 存存启用聚集活业部 OK 那再来的话,特别注意,把它关闭哦 接下来的话呢,如何做 首先第一步 各位应该都有雇购账号啦 那应该都会有那个所谓的云端硬碟嘛 所以请各位先到你的云端硬碟里面 随便找一个资料夹 我这边先把它删掉 假设我今天要让客户做同步的话 那第一步的话,我需要先把资料放云端上 那我要怎么把资料放云端 第一个 假设我今天要拿哪一个 问题05这个 看有没有没改过的 这个是旧的 那我干脆拿这个旧的来,OK 这个是之前的,问题05 特别注意,如果你要把它丢到云端硬碟之前 请各位要先做一件事情 请你到云端硬碟 打开,应该各位都有用过吧 然后呢 先登入Google账号 在这边找到一个设定 设定里面的话,齿轮里面有个设定 请各位先注意一件事 请你先怎么样 设定里面有一个转换上传的档案 请务必要打勾 因为如果没有打勾的话 它传上去的就会是Excel档 而不会帮你转成Google试算表 特别说,那一定要转换成Google试算表 才能够变成我们将来可以取用的云端的资料 也就是说将来如果你希望可以把资料放在云端上跟别人共享的话 或者变成是一个资料来源的话 以前呢,多半是要怎么做 以前可能你需要一台Sever 一台主机 然后你要Sever一定要24小时运作 然后你把东西放在Sever上 人家去抓 可是呢,其实如果你有云端 我觉得你根本不用驾站 直接拿它来当Severer来用就好了 而且云端的可靠性 我觉得甚至比自己驾站还要来的稳定 为什么?因为Google的Severer数量 至少我印象中好像是几百万部 这个主机 而且是24小时运作的 而且它互相备份 所以基本上稳定性 我自己使用这么久 我觉得应该是蛮可靠的 连线速度也没什么问题 再来不用花钱 对,那何乐而故为 而且,它现在至少每个人 它免费给你15GB 如果不够的话,你还可以再买 像我现在使用的量是 1.17B 那我的Coda是2TB 那你们是15GB 我的是2TB 而且是免费使用 Google对我这么好,你看 给我2TB 那为什么会有2TB 这也说来话长 因为其实我跟各位讲 Google云端的东西实在太好用了 主要是我的Google地图 Google地图 各位不知道应该有常用吧 我算是它里面有个功能 就是叫什么贡献 就是在地祥导 目前我的等级已经是等级9 它最高等级是等级10 我的分数已经是9万多分了 已经快到了10万 就是第10级了 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它让我免费使用 云端一点的量TB OK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很少看到有人分数比我高的 好像有看到一个人 他好像有比我高分 我就觉得他已经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分数 你会发现 我的评论有800多则 而且有些评论是超过200个字的 等于是在上面写一篇文章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针对这家餐厅 我可以写超过200字 这个风景区 这个饭店等等的 甚至我都把它当邮寄来写 比如我到这边 然后什么时候去 发生什么事情 或者是做了什么事情 等等的 还有为什么特别值得纪念的 都很认真在写 OK 然后我的相片 穿了几张 一万四千多张 而且不是乱拍的 拍的还是有点水准的 还敢放上去 每一张都很用心 因为我记得 我大学 我是在东武这边念的 我以前就担任摄影记者 我以前也参加摄影社 这边其实对我还蛮有回忆的地方 OK 影片的话我也传了三百四十几个影片 影片也不是随便拍一拍的 还是有点水准的 所以一定会这样的关系 只是兴趣 所以很多同学说 老师你做这些事情 到底有没有什么 你看 我都贴这么多 去这个地方放营农场 你看我写这么多文章 有两百字以上 这个二手书店你看 在花莲的 有个二手书店 你看每一个 而且还有照片 这也是一样 这是哪里 这些这个就没什么好写的 所以我说硬凑的 这一家就还不错 纸箱王的创意园区 我本来以为这应该没什么 一进去 不错 门票两百块 我想说应该喝杯咖啡差不多 没想到里面园区 好多东西 而且里面还有纸庄的火车 我想说纸庄的火车多少钱 五十块可以 我想说小小一台 我想说大人可以坐 我就坐坐看 还蛮好玩的 感觉好像比去迪士尼划算 迪士尼花那么多钱 就感觉好像还没有去这边来的感觉更有趣 所以如果想去的话 这边你看我写这么多 太认真的 你看 照片的话 甚至你会发现每个地方都拍照 而且观看次数排序 现在最高的应该是瑞芳车站 这光一张照片就有九十万的观看次数 这一张照片 这什么东西 你就一个车站而已 就这样子 所以后来发现那个平溪线 真的很热门 现在很多人去坐平溪线 可是我是还没有大家都不太知道的时候 我就去坐好多次 后来发现太热门之后 变得太不好玩了 因为太多 每次都塞满 所以我后来就不想去坐平溪线 刚开始去的时候没什么人 好棒 好舒服 慢慢可以去那边晃晃晃晃晃 还有这张照片 就四十一万四的观看次数十的披萨 这个什么吗 就这样而已 这一个素食披萨 四十几万人看过 这也是吃的 易顺轩 这也是瑞芳称的 瑞芳在 瑞芳在 这个是岗山 这个是在日本 好久没去了 这在博多 这在 北九州 北九州 应该 一堆 一堆地方 其实我还蛮喜欢到处跑的 反正又去一个地方 所以我每次去 有点像 有个动力 至少我可以拍照 然后我写点东西 比较可以 让我随时想要出门 不然之后他现在很懒 有时候就在家里追剧就好了 多舒服啊 吹吹冷气 回归正题 第一个的话一定要先打勾 第二个你们看一下你们的扣打 如果说你想要增加你的扣打 可能你们应该没办法用那种方式 要不然就用买的 要租的 目前如果够的话 再来的话 记得把刚刚的这个问题05 拖拉放上来 放开 丢上去 这个时候的话 我们的资料就上云端了 上云端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他的图示 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叫Google试算表的图示 我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没有打勾的话 会怎么样 如果你没有打勾的话 你把东西放上去的话 他一样可以丢 可是他的图示就是Excel 如果用Excel的话 就变成这样 这个就不行 它是用 就变成说相容模式 那如果是我们正确的是打开 那主要是利用什么方 你会看到这些资料 Ctrl向下 一样是2500笔 那如果说你要跟别人分享的话 很简单 你看 档案里面有个什么 它有个功能 发布到什么 网路 有没有 这边有个功能 那你只要怎么样 把这个资料 看上整份吗 你可以选 这个问题05 帮我把它变成网页 或者是什么呢 它有好几种选项 网页 或者是CSV 不过我是比较推荐 用CSV 那也就是说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 类似像政府开放资料 或者是私人机关 它开放资料 给别人去下载的资料来源 你自己不用驾站 你也可以达到 具备有驾站的这种需求 那只是说呢 待会请各位 把这个地方改成用CSV 然后发布一下 它问你说 你是不是要发布啊 是确定 好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会帮我们 产生一个CSV档的一个连结 那你可以把这个连结 直接按右键 复制也好 或者是直接前往 前往的话 就把那个CSV下载 我们试试看 下载 它就下载了 这个CSV 我们在之下 这种显示 我们按右键 编辑 或者是用那个什么 祭祀本来开 你会发现 它开起来就是中间 要斗点 斗点 如果你不用祭祀本开的话 它也会直接怎么样 用那个 以色友帮你开 不过 会变成什么呢 乱 就刚刚头六问的 那我要怎么样 把它变成不是乱 乱码 其实到底很简单 因为Google跟微软是不同公司 那会有乱码的就是 因为Google和其他公司都用UTL8 只有微软不是用UTL8 它叫ANSI 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它变成不是乱码的话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按右键 开启 技术源 技术情统 有没有 这不是乱码 請你把 max 任存新檔 Prestation 最关键的地方在哪里 编码 因为我们是从Google的试算表 所下载下来的档案 一定是UTF8 这个UTF8对微软来说最乱 那怎么办?很简单 你只要做一件事 把它改成第一个 ANSI 存档 4 OK 4然后再把它关起来 关完之后的话 请你再用一次我开启 有没有发现 你眼前看到的是不是乱码 不是乱码 就恢复正常了 所以你会发现解决乱码的问题 记事本就可以帮你完成了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我们把重点回顾一下 1.请各位先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2.再找一个资料夹 随便一个地方 然后把我们上课的范例问题 拖拉 或者是你可以按右键上传 也可以 然后记得要转换成这个 这个要打勾 OK 打开这个试算表 Google试算表之后 请各位用一个功能 叫做档案里面的那个什么 档案里面有个发布到网路 这个功能 OK 里面的话记得 把什么呢 把我们这个工作表 要 问题05 把它发布成CSV 那待会的话 我们就会用这个连结 可是问题来了 我刚刚主要是 为什么要产生一个网路的CSV 因为我将来 我只要更新 这一个档案的话 那以后呢 我的其他的使用者 就只要按一个更新资料夹 就可以自动去抓那个什么 网路上的那个CSV 然后自动更新了 那也就是说 他如果每天也要更新 甚至不用去按个按钮 甚至你可以把层次写在哪里呢 当椅子要打开的时候 自动怎么样 把旧资料删掉 自动把新资料倒进来 那不就好了 所以他每次打开 自动连线 自动更新 那就永远都是最新的 那谁去控制 只有你可以 因为这个是你用的 你的权限 除非说 你将来如果说要给别人的话 你除非按这个共用 共用的话 他还有一个是可以看 不能改 一个是可以改 也可以看 你可以把那个人的Email帐号 填进来 就可以协同一起去修改了 不过前提是你要 你要给这么多人 OK 你可以去设定 看要给谁 你就把他的帐号放进来就可以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第一步的话 我们待会要练一次说 我如果要更新资料 从云端的话 要怎么做比较简单